今下国际足坛最重磅的转会,无疑是C罗已超过1亿欧元的身价,从皇家马德里转会至尤文图斯,虽然已经33岁了,但C罗的身体和竞技状态依旧保持得非常好。 距离C罗和尤文图斯的队友们一同训练,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,他已经用自己的努力征服了队友巴西国脚到格拉斯科斯塔直言,大家都跟不上他的训练节奏,以本周一和周二的训练课为例。 周一晚间,训练课结束后,队友们纷纷离开了孔蒂纳萨训练基地,C罗仍然留在了基地,单独给自己加练,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才离开。 周二早晨,尤文图斯的工作人员发现,还没有到训练的时间,早晨8点,C罗又出现在了训练基地,又开始自己加练了。 到格拉斯科斯塔说,每次我们抵达训练场时,他已经开始训练了,而当我们离开时,他还在训练,我从未见过有球员像他这样刻苦。 C罗对于训练的执着,其实早有例证,在加盟尤文图斯后,他从马德里的豪宅运过来的训练设备,当初花了200万欧元,这套设备可以提升C罗的身体机能,帮助他克服重力的影响。 或许,这也是C罗高越起头锤破门的保障,还有一个故事是C罗的钱骂连队友埃弗拉讲述的,埃弗拉表示,队友们都不愿意到C罗家做客。 有一次,埃弗拉不信邪,在球队训练后,接受了C罗的邀请,结果,当他赶到C罗的住处时,却发现桌子上只有沙拉、鸡肉和水,连果汁都没有。 埃弗拉盘算着这只是钱菜,一会儿还有大餐。 C罗放下餐具,邀请埃弗拉,我们来进行传球练习吧。 对于这则一事,C罗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笑着回应道,当时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些米饭呢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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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